屋我尾山在阳光云影之下变幻形貌 昨天我们从东卯山连走屋我尾山 一整天在山径上听 到了没 快到了 听到耳朵都长茧 到屋我尾山的时候天色都暗了 一整天身心俱疲 大家打定主意要到谷关泡汤 没想到热心的老朋友王子 带我们到他在山上的家 一行人宾至如归 饱食之后大伙天南地北聊个没完 原来美食佳肴和温暖情仪 同样疗愈身心 与泡汤的功效相当 不过人总是贪心 两者兼得岂不更佳 所以谷关我们来了 泡汤了 全身汗臭味 像爬了一整天的山 真的是肌肉也酸痛了 真的是要好好休息一下 我们这次计划攀登谷关七雄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们这是以谷关为一个中心 那以谷关为中心的好处就是 每爬一座山或走一个步道 下山就可以来泡温泉 来整个释放一下身心 现在爬完山下山了 又要到我休闲放松的时候了 又找了一间温泉汇馆来泡汤 看一下今晚要住宿的地方 这看起来的话是走日本风 感觉还蛮不错的 非常的温馨 我相信今天睡在这边 整个空气环境非常的棒 尤其是待会泡完汤一定是非常好吃 因为谷关七雄每一座落差都还蛮大的 上下蛮辛苦的 所以我们这次除了计划爬七雄之外 泡温泉也是我们这次重点之一 好好的来泡一下汤 不过这边我觉得很大一个特色就是 房间的外面就是泡汤的地方 看起来不错 哇 这个太享受了 从房间一出来就是泡汤的地方 而且有两个池子 一个比较大 一个比较小 那应该是 这个是热水池的话 那这个就应该是 可以放冷水泡冷水 就冷热的这样交替 那这边味馆的主人 非常的贴心 他知道我们要来 他就说先把我们放好 这个温泉水 然后我们一来一进驻 就可以来泡汤了 因为如果直接放热水要泡的话 会非常的热 现在已经放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这边空间非常的宽广 空气很流通 因为前面是透空的 而且可以看到一些景观 好 准备换装 开始泡汤了 泡汤了 全身浸泡在温泉里面 所有的疲劳就慢慢地释放出来了 好舒服 尤其现在是冬天 外面温度还蛮低的 爬个山 然后泡个汤 真的是非常大的享受 我觉得古关的温泉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那这边的泉子特色就是 很好滑 真的是很滑 而且它的温泉 有一点淡淡的硫磺味 我觉得是古关温泉的特色 跟其他地方的碳酸泉是不太一样 它是有一点硫磺味 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味道的话 感觉就很像是温泉 那古关的温泉它历史非常悠久了 从早期就是泡汤的名胜 所以在日本时代 就把古关温泉这边取扣 明治温泉 它泉子非常的好 很滑 真的是很滑 这泡完以后 全身这个皮肤 感觉就很好 所以这女孩子来泡会非常的棒 因为这个皮肤会非常的滑嫩 非常的舒服 全身泡汤 就可以看到窗外的风景 因为从这边看出去 就可以看到古关这边的群山 那我们这边面对的 就是古关七雄之一的郭金家山 郭金家山就在大甲溪的对岸 我们目前是在大甲溪左岸的山边 从这边看过去 可以看到郭金家山 这一个区域的山 所以在这边泡完汤 是不是又准备要出发了呢 所以我觉得不错 爬完山来泡汤 泡完汤再去爬山 我觉得这是非常至高屋上的一种享受 我们就很好的享受古关这里的温泉 还好 这个汤屋视野好 泡在暖暖的温泉里 轻轻松松就看到古关群雄 好像时时在提醒我们 泡温泉适度就好 但腻在温泉乡里 可走不完古关七雄啊 古关七雄之外 另有一雄也泡在汤里 工作同仁觉得黑宝登上七雄中的四雄 也该享受享受松松筋骨 黑宝也不反对 这里是九二一灾后才开设的温泉汤屋 设施新颜还有浓浓的日本风 不必出国 古关就有又近又美的优质汤屋 谢谢经理啊 哪里必要客气 谢谢 很棒很舒服 你们辛苦了 谢谢 在这个环境喝一杯咖啡 真的是享受 这个环境非常好 经理感觉好像去日本绕了一圈回来 我们这个也要 真的是像日本的那个环境 因为我看这边每一个汤屋 都是用日本的地名来命名 对对对对 这边走一圈 感觉日本绕一圈 对 因为我们是走 主要是走日本风 日本风 所以我们所有的名字都取 从日本去日本名字 这样子 之前我这样泡了个汤 真的整个疲劳都释放出来了 对对对 人都放松了 那一定的 我们这边很多的老汤客 他们几乎都是先去爬山 这边像对面的多毛山 爬完了以后再过来这边 泡个温泉 一天就过去了 其实我觉得这边 不只是爬古关七雄 这边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步道 对 就适合老少来走一走的 对对对 然后来泡个汤也很好 对像古关公园博物馆 温泉博物馆那边有那个吊桥 那边都可以四周去走一走 真的很好 而且这季节来 樱花开始绽放了 你看后面这一棵 这个非常鲜艳 非常红的樱花 已经开始开放了 对对对 所以再来整个花 也可以来这边赏樱 很多客人是专程来赏樱 尤其是我们大门口那几棵 开始很茂盛 因为921之后 终横断掉了 所以说有些游客 他就没有进来到这个地方 对没有错 那这一次才 就跟我们之前 七二水在那时候 我们还中间拍摄记录 那种萧条的感觉 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 整个复苏起来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次爬古关七雄之外 也希望说能够促进 古关这个地区的 整个产业观光 能够再起来这样子 其实古关这个地区 它一年四季 有一年四季不同的红毛 尤其是下雨 下雨过后 那个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不同季节都来这边走一走 对对对 我觉得这边可以运动 然后又可以泡汤 这两种结合非常棒的一种香 尤其是 针对现在一般的上班族 平日的上班 都是蛮紧绷的 驾着的话来这边 或者有空 来这边泡个温泉 航山 对 那个感觉真的不错 可以放松 对我看这边园区啊 也是平原造型的感觉 感觉非常的不错 这句实际 一些温泉胜地 有设立所谓的疗养所 没错 就是有时候受伤 就到疗养所 疗养一下这样 对没有错 其实在国外 他们现在用温泉来做医疗 台湾的话 慢慢有发展 可能可以趋势 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你看这对面的山顶 对啊 漂亮啊 心里 我发现你这边这个水量好大 这个潺潺流水啊 古关不缺水 古关不缺水 不缺水 这个水是哪里来的啊 是从八千山 就八千山顶下来的 对 顶下来的 对 八千山我们还没有上去 还没有上去 过几天就要过去 对啊 这个整个溪流造型 下来这边还有一个瀑布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 亲手去设计出来的 一个平原造型 有这么大的水量 我觉得真的很难得 因为有些地方都还缺水 那这边的水量 远远不缺地流下去 古关是好山好水 这边看到这山 这几座山峰 心旷神怡啊 对啊 这几座山峰就围绕在这边 来这边住个一个晚上 两个晚上 整个视野都不一样 玩个一两天都没问题 对 没错 棒 古关好山好水 这话让人感慨万千 九二一大地震至今 古关终于找回山水之美 从事温泉相关工作超过十年的李大哥 到过台湾许多知名温泉 见泉池多样各具疗效 真心认为台湾真是有福气的地方 我们有不同的山可以亲近 下了山有汤可泡 生活在台湾 我们也是有福气的人 持续一道大寒啊 很冷啊 高大哥 谢谢啊 我很不客气 这个温暖一下 谢谢谢谢 这次来到这边啊 真的是很温暖啊 之前泡完这个温泉 整个温泉都洗起来 很温暖 泡了温泉就离不开美食啊 是 那今天就是高经理高大哥 帮我们准备了好吃的风味餐 这个风味餐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 现在温泉跟美食啊 它是一种很时尚的结合 温泉离不开美食 它是一个很完美的组合 其实我们今天所呈现的这几道菜呢 只是我们这边的一部分 最主要是把它呈现是一些当地的食材 可以在泡完午前之后呢 来享用这些美食 这个汤呢 它是药膳鱼锅 本身呢 它这个食材 它是用鱼鱼的软骨下去熬制 加一些中药 还有山药 青木瓜 它是属于一个非常养生的汤 先喝这个 这个软骨熬制之后 富含那个豐富的胶质 吃起来非常Q彈 非常好吃 因为骨头可以整个把它咬开 对 因为已经熬了三个小时 因为想说骨头很大 不会 很容易就咬开了 而且有一些中药在里面 很清甜 饮食嘛 我们叫饮食嘛 先饮再食 那来喝 对 那高大哥在这边服务多久呢 我在这边已经大概14年了 14年了 过去我都在台北也是从事餐饮 然后后来就因为年纪渐渐大了 转到你刚刚讲的 这边好山好水 好人情的地方 但是行业不变 还是继续从事餐饮 对 高大哥看起来很年轻 然后待在谷关的话 会很突然很年轻 对 每天泡汤 吃美食 高大哥推荐我再来吃哪一道菜 白胆鸡 其实很多在外面的客人 他一看到这个黄皮的 他就统称叫玉米鸡 真的很黄 他是吃玉米 但是很多人都是叫它玉米鸡 其实这是错误的 那我们这种鸡的品种 它叫珍珠鸡 他们知道这茄子是公肉 吃下去叉叉 你让他吃看看 茄子完全跟这茄子的口感 完全都一样 不会觉得感觉彩彩的味道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养鸡答案 我们专门有一个养鸡答案 他有50年养鸡经验 今年78岁了 专门在鸡养这个 我们这个珍珠 听高大哥这样讲一天 好了 吃一下这个珍珠鸡 而且今年又是鸡年 吃了鸡 急印大开 你看 不错 很韌 还有咬劲 这肉很扎实 听高大哥在介绍食材 真的很生动 这一道 它是属于梨山的娃娃菜 而且要有季节性的 这是高丽菜的芯吗 这不是 等一下你试的就是这样 它的味道就是跟芥菜一样 化菜 对 但是它是芥菜 它本身它是比较 早期的话 它第一期的出来的芥菜 它带的叶子比较多 然后把它砍掉之后 它重新冒出来的芽 所以它是等于那个芥菜的精华 所以吃起来就口感口感 很嫩 很嫩 很苦味 但是普通就带甜 对 普通带甜 这个有季节性的 你今天来刚好可以吃得到 它要在过年前 大概一个月左右 而且天气要凝的时候 才有这道菜 它是属于季节性的菜 很棒 它是属于季节性的菜 真的 真的很好吃 而且主要它的颜色也很漂亮 然后我们在佐尾一些当地的香菇 这个也是我们当地的食材 我刚才强调说 我们都是取用当地的食材 它看起来有点像那个翠玉白菜 去故宫它那个翠玉白菜的颜色 有点渐成那个绿色的渐成 对 它颜色是渐成的适合 漂亮 真是美味又可口 这桌菜的特色 总括来说就是水产多 山产多 巡龙鱼汤 清蒸巡龙鱼 炭烤红尊 这些都得优质好水才生养得出来 珍珠鸡 娃娃菜 那得切后土壤合宜 才能鲜甜美味 古关的好山好水 反映在在地食材整治出的一道道佳肴之上 当然 好山好水不应该只是吃进肚子里 浸泡在温泉里 更要登临其上 古关群雄在窗外等着 不久我们就会从山上俯瞰这温泉美食之乡 到时候流着汗 气喘吁吁的我们 又会舍底生津 浑身疲惫地 想念餐桌上汤屋里的好山好水 而我们即将攀登的是七雄当中 以坡横斗之名的波金家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